倫敦的柯芬園地區新開了一座公街警察博物館 而它的前身就是18世紀倫敦的第一個專業警察機構 公街警探 這間警察局在1992年關閉 而警察局上面的樓層也變成了旅館 在公街警察博物館中 人們可以看到原始的警局牢房 狹小的空間中配備了一張可坐可躺的木板長凳 以及簡易廁所 警察局旁邊原來是一個法院 其中第二法庭的原始被告席 也被收藏到公街警察博物館 曾經有不少名人就站在這個被告席接受審判 包括作家奧斯卡·瓦爾德 女權運動者埃米林·潘克·赫斯特等 而昔日曾服務於這個警局的員工 也來到現場參觀 對過去的歷史感慨不已 我認為所有人都在這裡有這種意義的歷史 這就像其他警局在倫敦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現在是有和尊重的警局在美國